宋涛表示 此次三三会组团来访 表明了台湾工商界对加强两岸经济合作 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强烈意愿 彰显了要和平 要发展 要交流 要合作的岛内主流民意 宋涛指出 埃克法是两岸在九二共识 共同政治基础上签署的 双方本可秉持互信 累积善意 通过平等协商妥善解决实施中产生的问题 但民进党当局宣扬台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对大陆输台产品采取歧视不公平做法 严重破坏两岸协商和埃克法实施基础 是大陆有关部门不得不进一步 终止埃克法部分产品关税减让的根本原因 此举针对的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分裂行径 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 宋涛强调 认同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是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前提 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的基础 也是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保障 三三会理事长林伯峰表示 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立场 支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都是中国人 九二共识是两岸交流的重要基础 两岸应在此基础上 积极推进两岸经贸 文化及人员交流 大家都知道这个当局的这个政党 他们是比较维护政党的利益 其实是牺牲了这个我们民间的利益 ECFA是建立在九二共识之下 对所有的台资企业跟台湾的货品物流 到中国大陆是一个优惠政策 所以我们这次来也希望表达 就是说这个ECFA的这样的优惠政策 能够重新恢复 我们回去也希望加大力度 来促进两岸更和谐